屬於春節的紅色 是有著深厚文化底蘊的紅色 杭州西湖 全程百年的西陵印尼 是中國傳統金石文化中 有關身份的印記與誠信的象徵 在春節之際 人們借助紅色印尼 在紙上封存對未來的真摯希望和祝福 讓這抹鮮明的紅色永遠留存 印尼製作首先選珠紗的材料 珠紗的色澤的顏色 它就紅色就有30多種 珠紗經過研磨以後 通過水來漂進珠紗裡面的顏色 呈現出的色澤 那就是水杯過程當中的一個沉澱 我們為什麼會想這個珠紗的顏色是中國紅 因為紅色是還原於古法的原材料的礦物質 都是一種洗清的中國傳統式的這麼一個色澤 更激進於我們的生活 自古以來 紅色蘊藏著豐富的文化內涵 從古時正統地位與身份的象徵 到節慶時刻的喜悅與吉祥之色 無論時代如何變遷 中國紅 延續著它千年不變的豐厚寓意 在春節之際 春蓮 福字等書法作品完成時 通過印尼這一形式 紅色以更為具體的樣貌落在紙面上 配合著不同的印譜與印章 落下著充滿儀式感的點睛之筆 訴說著更為豐富的故事與祝福